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个人理财必知》,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理财就像健身,坚持才有成果,二投资如种树,耐心等树高,三理财需平衡,如骑车要稳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理财就像健身,坚持才有成果 当然,我的朋友们,让我们以一种轻松愉快的方式来探讨这个话题,理财就像健身,坚持才有成果 首先,想象一下,你加入了健身房,充满了雄心壮志 你穿上最酷的运动装备,拍了几张健身前的自拍照,发到了社交媒体上 然而,如果你只是满足于这些表面的工作,而不是真正的开始锻炼 那么你的肌肉,只会在你的想象中变得强壮 理财也是如此,如果你只是不断地阅读财经书籍,浏览理财博客,却不付诸实践 那么,你的财富,只会在你的梦中增长 现在,假设你决定开始锻炼 你第一天去了健身房,做了几组深蹲,跑了几分钟的跑步计 第二天醒来,你感到浑身酸痛,仿佛被卡车撞过一样 这时,你有两个选择,一是放弃,回到舒适的沙发上,享受薯片和冰淇淋的诱惑 二是坚持下去,继续锻炼,让肌肉适应 理财也是这样,刚开始可能会有些困难和挑战 比如,学习如何制定预算,或者在股市下跌时保持冷静 但只有坚持下去,你的财务状况才会逐渐变得更加强健 想象一下,几个月后,你坚持了下来 你的体型变得更加健硕,体力也大大增强 你开始享受锻炼带来的快感,而不是将其视为一项任务 同样,在理财方面,随着你的投资组合的成长,你的债务的减少 你开始享受理财的过程,看着你的财富逐渐积累 你的金融知识和信心也在增长 最后,让我们不要忘记,无论是健身还是理财 都需要适当的指导和知识 你不会想在没有教练的情况下,尝试复杂的举重动作 同样,你也不应该在没有适当研究或专业建议的情况下 投资于复杂的金融产品 找到一个好的教练,无论是健身教练还是财务顾问 都能帮助你避免受伤,并确保你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所以,亲爱的听众,让我们把理财当作一种生活方式 就像健身一样,坚持不懈,适度而有节制 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发现 你不仅仅是在为你的钱包健身,你还在为你的未来健身 记住,财富不是一夜之间建立的 就像没有人能在一夜之间拥有完美的六块腹肌一样 耐心和坚持是成功的关键 现在,让我们一起加油,为我们的财务健康汇汗如雨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投资如种树,耐心等树高 当然,我亲爱的听众们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古老而又现代的话题 投资 你们可能听说过这样一句话 投资如种树,耐心等树高 这不仅是一句充满智慧的比喻 而且还是一种生活哲学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这背后的深意 同时也许能从中挖掘出一两个笑料 首先,想象一下你在后院种了一棵树 你不能仅仅种下去 然后第二天就期待它长成参天大树,对吧 如果你这么想 那我得说,你可能对树的生长速度有些过于乐观了 投资也是如此 你投入资金,买入股票,债券或是房产 但这些资产不会立刻让你变成亿万富翁 这需要时间,就像树木需要时间来生长一样 现在,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如果树木也像股市一样波动 那将会是怎样的情景 你早上起来,看着你的橡树突然长高了10英尺 心想,哇,这棵树的表现比特斯拉,股票还好 然后下午,一场风暴来临 你的树又缩水了5英尺 这时,你可能就会想 哎呀,我应该在它涨高时卖掉它 但是,树木不是股票 它们的成长更加稳定 不会因为市场的喧嚣而疯狂波动 投资需要耐心 就像你不能强迫树木快速生长一样 你可以为它们提供最佳的成长环境 充足的水分,阳光和肥料 在投资中 这相当于做深入的研究 选择有潜力的投资项目 然后给予它们时间来成熟 有时候,你可能会遇到干旱或病虫害 这在投资世界中 对应的是市场的波动和经济的不确定性 但是,如果你选择了正确的树 投资并且有耐心等待 最终你将能够享受到树木带来的阴凉或是果实 投资回报 最后,让我们不要忘记 种树也是对未来的一种投资 你可能不会立即看到回报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那棵树将为地球带来更多的氧气 为后代提供遮阴 甚至可能成为某个小朋友的秘密基地 同样,明智的投资可以为你的退休生活提供保障 甚至为你的子孙后代创造财富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 下次当你考虑你的投资组合时 不妨想想你的后院那棵树 给予它们时间 关心它们 然后耐心等待 记住 最好的果实 往往是给那些不急于摘取的人享用的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理财需平衡 如骑车要稳 当然 理财知道 何尝不是一门艺术 一场平衡的游戏 就让我以一位教授的身份 带着点幽默的滋味 为您娓娓道来 想象一下 您骑在一辆自行车上 前方是崎岖不平的人生道路 您左手握着 收入把手 右手紧握之初把手 两脚踩着 投资与储蓄的踏板 这不仅是一场体力活 更是一场脑力激荡的智慧较量 首先 您得保持身体的平衡 这就像是理财中的预算平衡 如果您向左倾斜的太多 也就是花费超出了收入 那么不出所料 您将会摔得体无完肤 口袋里的金币散落一地 相反 如果您向右倾斜的太多 也就是收入远远大于支出 虽然听起来不错 但过度的吝啬 可能会让您错过生活中的乐趣 最终变成一个孤独的守财奴 接着 让我们谈谈脚下的踏板 如果您只踩储蓄的踏板 那么自行车的速度将会非常缓慢 您可能会因为通货膨胀 而失去购买力 而如果您只踩投资踏板 速度固然快 但风险也大 一不小心 就可能摔得鼻青脸肿 因此 支者的选择是两脚交替踩踏 既保持增长 又不失稳健 当然 理财之路上 也少不了保险的头盔 和紧急激进的呼吸 这些就像是您在骑行中的安全装备 一旦遇到意外 它们能够为您提供必要的保护 最后 别忘了 骑自行车的乐趣在于风景 理财的乐趣则在于过程 享受沿途的风景 享受理财带来的成长和自由 这才是真正的人生赢家 所以 亲爱的朋友们 理财就像骑自行车 需要平衡 需要技巧 更需要享受过程 保持平衡 稳稳当当的向前行驶 您的财务之路也将如此美妙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财富如茶香 慢品味更长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一句古老而又充满智慧的话 财富如茶香 慢品味更长 这句话 乍看之下 似乎只是在说明财富的珍贵 但其实 它蕴含的哲理 远远超过这个表面的意义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茶 茶 这个东方的神奇饮品 自古以来就被视为 文人雅士品味生活的象征 茶香 不同于那些 一瞬间就能扑鼻 而来的香气 它需要细心气泡 慢慢品尝 才能真正体会其深远的内涵 这就像是一场 精神上的修行 需要耐心和细腻的感受力 现在 让我们把这个比喻 应用到财富上 在当今这个快节奏的社会 人们往往追求快速获得财富 希望一夜暴富 却忽略了财富积累的过程中 那些慢慢累积的智慧和经验 就像是一杯被急速冲泡的茶 它可能会失去那份应有的香醇和层次 财富如茶香 慢品味更长 这句话提醒我们 真正的财富 不仅仅是金钱的累积 更是智慧和品格的积累 当你慢慢地经营你的事业 像品味一杯好茶那样 去体会每一次挑战和成功带来的滋味 你会发现 这样的财富更加持久 也更加有益 有趣的是 这个道理在历史上不乏力政 比如说 我们熟知的罗斯柴尔德家族 他们的财富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世代经营 慢慢积累 他们的财富之所以能够立酒迷心 正是因为他们懂得像品茶一样 慢慢地经营和享受 所以 各位朋友 当你在追求财富的路上感到焦急和不安时 不妨停下来 泡一杯好茶 慢慢品味 让我们学会像对待茶香那样对待我们的财富 给它时间和空间 去是放它真正的香气 这样 我们的生活 才会像那杯香醇的茶 越品越有味道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理财不赌博 稳健才能赢 各位朋友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古老而又永恒的话题 理财 你可能听说过这样一句话 理财不赌博 稳健才能赢 这不仅是一句普通的忠告 而是千百年来财富积累的智慧结晶 那么 我们就来探究一下这背后的深意 同时也讲讲几个相关的有趣故事 首先 我们得明白 一个基本的事实 理财 其实是一场马拉松 而不是百米冲刺 在这长长跑中 那些试图通过短期的投机行为 来迅速致富的人 往往像是穿着高跟鞋跑步的选手 看似风光 实则步履为奸 一不小心就可能摔得鼻青脸肿 举个例子 我们来说说 中世纪的一位名叫约翰的商人 约翰听说附近的国家发现了金矿 于是他把所有的积蓄都投入到了 购买挖掘设备和雇佣工人上 他梦想着一夜之间成为富翁 然而 金矿的消息不过是一场骗局 最终约翰一贫如洗 连回家的马车票都买不起了 这就是典型的赌博是理财 结果往往是悲剧 相反 我们再看看另一个故事 在古罗马时期 有一位名叫加优斯的智者 他并不追求一夜暴富 而是将自己的资金 分散投资于农业 贸易和房地产 他知道 这些投资不会立刻让他成为 最富有的人 但却能确保他的财富稳步增长 最终 加优斯不仅积累了可观的财富 还赢得了社会的尊重 和一个安稳的退休生活 这就是稳健理财的典范 现在 让我们回到现代 在这个充满诱惑的金融市场中 有太多的约翰 在追逐那些 看似光鲜亮丽的短期投机机会 比如疯狂的加密货币 热门股票的日内交易等等 他们可能会在某个时刻 赚得盆满钵满 但更多时候 他们却因为市场的无情波动 而损失惨重 而那些像 加优斯一样的投资者 他们选择分散风险 长期投资于指数基金 债券 房地产等相对稳定的资产 他们不会因为市场的短期波动而失眠 他们的财富像是慢慢煮熟的炖肉 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香 越来越有味道 所以 亲爱的朋友们 记住这个理财的金科玉律 理财不赌博 稳健才能赢 在这个充满变数的世界里 让我们像那些智者一样 用智慧和耐心 去积累我们的财富 这样 当我们回首往事时 我们可以自豪地说 我没有赌博 我是靠着稳健的步伐 一步一个脚印 走向了财富的巅峰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财富像拼图 缺一块不远 好吧 同学们 请坐好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财富 你们可能听说过这样一句话 财富像拼图 缺一块不远 这不仅仅是一句俗语 它其实蕴含了深刻的哲学和经济学原理 那么 我们就像是在挖掘古代文明的秘密一样 来一探究竟吧 首先 我们得明白什么是拼图 拼图是有许多小块组成的 每一块都是整体的一部分 缺了任何一块 画面都不完整 这就像是我们的财富 它不仅仅包括金钱 还包括健康 知识 人脉 时间等等 这些都是财富的组成部分 缺一不可 举个例子 假如你有很多金钱 但是健康状况不佳 那么你的生活质量就会大打折扣 或者你有丰富的知识 但是没有时间去应用它们 那这些知识也就像是陈锋的古董 看着很美 却发挥不了它们真正的价值 再比如 一个企业家拥有创业的热情 精神财富 和一定的启动资金 物质财富 但如果缺乏良好的人脉 社会财富 他的事业可能就难以起飞 这就像是拼图中最关键的一块 突然不见了 整个画面都显得支离破碎 有趣的是 财富的拼图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某些部分可能变得更加重要 而其他部分可能变得不那么关键 比如 在年轻时 知识和技能的积累 可能是财富 拼图中最重要的部分 而到了老年 健康和家庭的温暖 可能就成了不可或缺的部分 最后 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如果财富真的是一副拼图 那么有些人可能是天生的拼图高手 他们能迅速找到每一块的位置 轻松拼出完美的生活画卷 而有些人 可能就像是在拼图时 总是找不到角落那块的人 他们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 或者是一些外部的帮助 比如拼图指南书 也就是财富管理顾问了 所以 同学们 记住了 财富的拼图 需要耐心和智慧去完成 每一块都很重要 不要忽视了任何一块 现在 你们可以回去检查一下 自己的财富拼图 看看是否有哪里需要补充 或者调整 下课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理财要透明 暗箱操作坑 好的 让我们 以一种轻松的方式 来探讨这个财经界的治理名言 理财要透明 暗箱操作坑 首先 想象一下 你在一个热闹的市集里 有一个摊位卖主神秘盒子 卖家声称 这些盒子里面装满了珍贵的宝藏 但你必须先付钱 才能打开看看里面究竟有什么 你可能会心想 这不就是成人版的糖果抓抓乐吗 如果你的内心是个赌徒 可能会想试试运气 但如果你是个谨慎的理财者 你可能会选择走开 因为你知道 没有透明度的投资 就像是在黑暗中摸索 很容易跌入坑洞 这个市集的故事 就像是一个缩影 反映了在金融世界中的 一个重要原则 透明度 当你把你辛苦赚来的 钱投资到股票 债券 基金或是其他金融产品时 你会想要知道 你的钱到底去哪了 它是如何被运用的 以及 它能带来什么样的回报 现在 让我们来谈谈暗箱操作 这个词彭扶 让人联想到魔术师 在舞台上的手法 观众看不现 他们是如何让兔子 从帽子里跳出来的 在金融世界里 暗箱操作 可能意味着 不透明的决策过程 隐藏的费用 或是不公开的交易 这种做法 可能会让投资者感到困惑 甚至被误导 最终可能导致损失 有趣的是 历史上不乏因缺乏透明度 而导致灾难性后果的例子 想想 2001年的安隆 NROM 丑闻 这家能源巨头 通过复杂的会计手法 和特殊目的实体 来隐藏债务和夸大收益 最终导致公司破产 员工和投资者损失惨重 这就像是一个财务上的魔术表演 但当真相揭露时 所有人都发现 那只是一场昂贵的幻觉 所以 当我们谈论理财时 透明度是关键 投资者应该寻求那些 能够提供清晰 及时且完整信息的投资选项 这就像是在一个 透明的水族管理看鱼 你可以清楚地看到 每一条鱼的动向 而不是 在一个混浊的池塘里猜测 总之 理工要投明 暗向操作坑这句话提醒我们 在金融海洋中航行驶 要保持警惕 避免那些 看似闪亮却 可能是假惊的诱惑 毕竟 真正的宝藏 是那些 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 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投资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财富是马拉松 非短跑冲刺 各位听众 学生 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一个古老又现代的话题 财富 有人说 财富是一场马拉松 而不是一场白米冲刺 这话听起来似乎有点老生常谈 但其实它蕴含住 深刻的智慧和人生哲学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马拉松 和白米冲刺的区别 白米冲刺 是速度与激情的代名词 选手们在短短几秒钟内 全力以赴 爆发出惊人的速度 而马拉松 则是一场耐力与策略的比拼 选手们需要在长达 42.195公里的赛道上保持节奏 合理分配体力 最终达到终点 将这个比喻应用到财富积累上 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相似之处 在追求财富的路上 有些人可能希望 通过快速的手段一夜暴富 这就像是白米冲刺选手一样 希望通过短暂的努力 迅速达到目标 然而 这样的情况往往是罕见的 而且风险极高 就像白米冲刺选手 可能因为一个不当的起跑 或者一次踩错而失去比赛一样 追求快速财富的人 也可能因为市场的波动 或者不可预见的风险而一败涂地 相反 那些将财富 积累视为马拉松的人 通常会更加注重长期的规划 和稳健的投资 他们像马拉松选手一样 知道必须保持节奏 不能急于求成 他们会逐步构建自己的投资组合 学习如何管理风险 并且再必要实调整策略 这样的人在财富的赛道上 虽然看起来不那么轰轰烈烈 但往往能够更加稳健地达到终点 当然 这并不是说追求快速财富就一定不可取 正如世界纪录保持者尤塞恩·波尔特 尤塞恩·波尔特 在百米冲刺中所展现的那样 快速也可以是一种艺术 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将财富积累 视为一场长跑 才是更为明智的选择 最后 让我们用一个小故事 来结束今天的话题 有一个年轻人急于求成 想要快速致富 于是他去问一位 已经积累了丰厚财富的老者 老者微笑着对他说 年轻人 财富就像是种植一棵树 你不能仅仅灌溉一天 就期待第二天他长城参天大树 你需要耐心地照料他 给他时间去生长 最终他会结出甜美的果实 年轻人恍然大悟 从此他开始脚踏实地 一步一个脚印地积累自己的财富 所以 亲爱的朋友们 记住 财富是一场马拉松 而不是一场百米冲刺 慢慢来 稳扎稳打 最终你会看到你的努力 结出丰硕的果实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理财像做饭 火候要恰当 好的 让我们来聊聊理财 这个话题就像是厨房里的烹饪艺术一样 既需要技巧 也需要直觉 想象一下 你站在厨房里 面前是一堆新鲜的食材 你的目标是做出一道美味的菜肴 理财也是如此 你有一堆资金 目标是让它们增值 最终成为一顿丰盛的财富大餐 首先 我们得谈谈火候 在烹饪中 火候是指控制火力的强弱 以确保食物 既熟透又不会烧焦 理财中的火候 则是指风险控制 太冒进了 你的投资可能就像是被大火烤焦的牛排 外焦里嫩 甚至可能烧成一块碳 太保守了 你的资金增长速度 就像是用文火慢炖的汤 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看到成果 接下来是调味 烹饪时 我们会加盐 糖 酱油等调味品来平衡食物的味道 在理财中 调味品就是各种投资工具 比如股票 债券 基金 房地产等 你需要根据自己的口味 风险偏好 和营养需求 财务目标 来调配这些投资工具 太多的盐 高风险投资 可能会让你的投资组合 变得难以下咽 而没有盐 风险投资 的饭菜可能又太过平淡无味 然后是配料 在厨房里 我们会根据菜谱 选择合适的配料 在理财中 配料就是资产配置 你需要根据自己的财务状况 和市场环境 来选择合适的资产比例 就像做菜时 不能只放土豆不放肉 或者只放肉不放蔬菜一样 资产配置需要多元化 以保证营养均衡 风险分散 最后是耐心 烹饪美食需要时间 理财同样需要耐心 你不能期望你的投资 立刻就能带来回报 就像你不能期望 一块生肉扔进锅里 几秒钟后 就能变成熟食 理财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需要你持续关注 调整 并且有时候 还需要忍受市场的波动 就像烹饪时 需要忍受油烟和热气一样 总之 理财就像做饭 需要你掌握火候 懂得调味 选择合适的配料 最重要的是 需要耐心等待 美味的成果 当然 如果你不小心烧焦了饭菜 厨房里还可以交外卖 但如果你的投资组合 遭受了损失 那可没有外卖 可以解决问题 所以一定要小心翼翼 恰到好处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财富飞速食 快餐不健康 当然 我的朋友们 让我们来聊聊一个 古老而又现代的话题 财富的积累 这个话题 就像是一道烹饪时间 长达几个世纪的炖菜 每个世代 都加入了自己的调料 但基本的烹饪 原则却始终未变 首先 我们得承认 一个简单的事实 财富 就像那些经典的法国大餐 不是素食可以比拟的 你可以在驱车 穿过现代生活的快车道时 从快餐窗口 抓一份汉堡包 但那绝不是米其林星级餐厅里 用心烹制的鹅干酱 同样 财富的积累需要时间 耐心 智慧和不懈的努力 这是没有捷径的 想象一下 如果你试图在微波炉里 碰热一块牛排 结果可能是外焦里嫩 或者更糟 变成了一块橡胶式的 不明物体 这就像那些试图通过 投机取巧 或者参与风险极高的投资 来迅速积累财富的人 他们可能会偶尔尝到一点甜头 但更多时候 他们得到的只是 财务上的灾难和心灵上的焦虑 古时候 我们的祖先通过农耕 墓序和交易慢慢积累财富 他们知道 一粒种子播种到土地里 需要时间去生根 发芽 开花和结果 他们尊重自然的规律 明白所有值得拥有的东西 都需要时间去培养和等待 在现代社会 这个道理依然适用 真正的财富 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 比如教育 职业技能 创新思维 和良好的金融习惯 这些都不是一夜之间就能获得的 他们需要我们 像烹饪一顿大餐一样 一步一个脚印的去实现 而且 别忘了 快餐不仅不能带来 持久的满足感 长期来看 它对健康也是有害的 同样 对于财富的追求 如果我们只是贪图眼前的快速收益 而忽视了长期的稳定增长和风险管理 那么 最终我们可能会付出比金钱更大的代价 所以 亲爱的听众们 让我们像对待一顿精心准备的盛宴一样 对待我们的财务规划 慢慢品味 细细研究 用心投资 这样我们才能享受到 那份随时间酿造出的甘甜 记住 财富飞速时 快餐不健康 在追求财富的道路上 耐心和智慧是我们最好的调料 最后 在我们结束之前 我还想提醒大家 理财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 它也与我们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息息相关 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 为自己和我们所处的社会 创造一个强大的财务基础 无论你是财富的新手 还是经验丰富的投资者 都应该时刻保持对理财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现在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们对理财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们有什么问题 想要向我提问 请在评论区留言 我会尽力回答你们的问题 谢谢大家的收听 希望你们能从这次讨论中获得一些有用的信息 并开始在自己的财务旅程中迈出坚实的一步 祝大家财员滚滚 财富不断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